深深了解的,就是鄧家舟博士,你好 大家好 香港市學會的總監 Biddy,說說這個非維項目 經常出現的一個名稱就是 非維成傳人,繼承人 究竟是否每一個非維項目都有這些繼承人 因為我們非維其中一件事 就是很多時候是一些技藝、技術 所以這些技藝、技術一定要有一個專門的人 將這些技藝在我身上 經過學習、經過自己多方面的練習 去到爐火純青 更重要一件事就是 我如何培養一些新一代的人 去將我這個技術能夠流傳下去 所以在整個非維的制度裏面 後來因應了每一種項目的特質 部分是設立一個傳承人制度 不是全部都有 有些例如洗奶茶、群垮等等 這些有傳承人 有一個名單 例如說群垮 可能香港有很多人做群垮 不是每個人都有 要經過剛才所說的學習、經驗、傳播 經過評核之後 他的名單就入了政府的名錄裏面 所以這也是為了保障我們 將來如果我們需要去推廣這個項目 或者我們請他們做一些工作 你知道老師傅有時候就是 我只是教徒弟 以前的年代沒有推廣 所以不要緊 我們用我們的資源去幫助你 我們向公眾人士介紹 令到這些傳承人 有機會將他們的知識 讓更多人分享 反過來可能會吸引更多人 我有興趣 我可否拜師學藝等等 所以就有這個傳承人制度 那就明白了 不知道今集出現的兩組同學 又會跟我們介紹些什麼的非為項目 我們先聽一聽 大家好 大家好 又回到今天的節目 我們是加勒非為探討團 和你探討香港不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咦? 剛才曉彤說7月7 是什麼來的? 等我告訴你 小榮 是農曆7月初七 這日是七席節 又稱為女兒節 或者黑巧節 是我們中國最具浪漫氣息的傳統節日 如果要講到這個節日的起源 就一定要追溯牛郎積女妻美的愛情故事 在大概2000年前 有一天 牛郎和她家的老牛散步 但牛郎一直不知道 原來她家的老牛是天上的金牛 因為觸犯天條被貶到凡奸 嗯...牛郎啊 你待會去銀河 就可以見到天帝和皇母娘娘最小的孫女 啊? 嗯... 好吧 我試一下吧 牛郎依照老牛的祝福 去到銀河的盡頭 真是被她發現了在樹下睜眼睡的職女 嘩! 你...你是誰啊? 糟了! 我錯過了時間 現在回不到去天宮了 那你錯過了時間 不如來我家休息一下 錯過時機的職女 沒辦法只好先跟著牛郎回家 在朝夕相對的相處下 職女開始對牛郎暗身情數 兩人日久生情 過了幾年他們就結了婚 還生了一仔一女 因為這場意外相識並相戀 過著幸福美滿的生活 當他們以為生活會一直平平淡淡 而不缺甜甜蜜蜜 怎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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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帝知道了職女獅子下凡 而大法雷霆 立刻派遣天帝逮捕職女和牛郎 並且命令職女做職部的工作 而牛郎就去負責看管天偶 啊...好悶啊 天星有些什麼啊 等我到處遊覽一下天界的美景先 牛郎你在這做什麼 為了懲罰你貪玩 你和職女以後只可以每年7月7日見面一次 不要啊 我錯了 天庭的美景為為壯觀 牛郎四處玩樂 而就是因為牛郎荒廢工作 激怒了玉皇大帝 令他每年7月7日才可以和職女見面 於是起著每年7月7日就會在銀河上空搭一座橋 好讓職女牛郎可以相見 於是夫妻兩人自此就隔著遙遠的銀河 一年才可以見面一次 嗯... 原來是這樣 聽聞牛郎職女因為太掛著對方 一一夜夜 年年月月 眼淚不止 感動了後人 亦都因為牛郎職女的長情專一 和不容易的愛情 令到後人更加珍惜 和親人相處的時光 而七夕節亦都因此而誕生啊 是啊 曉嵐 民間被這個神話傳說所感動 日益重視這個節日 古人雙雙雙職女除了管理房子外 還是主宰瓜果生長的女神 為了慶祝這個節日 女生會在這個充滿浪漫起色的晚上 對著月亮 握上時令瓜果 朝天制敗 黑球天上的仙女可以賦予他們 聰慧的心靈和靈巧的雙手 令自己的針織手法純熟 更黑球愛情婚姻的因緣巧配 卓恆 你說得沒錯啊 傳說七夕那天通常都會落無無語 象徵著兩人傾訴相思的淚水 因此七夕節又比喻為中國的情人節 還有啊 聽說在七夕的夜晚抬頭 就可以看到牛郎職女在銀河相聚 或者在瓜果假下就可以偷聽到 異人在天上相會時的默默情話 然而 七夕的文化價值並非僅限於愛情 還有求旨 祈求奉修等更三層次的內容 因此在七夕節會應節落七張油餅 包七碗小餃子 還有七碗麵條供奉職女 而祈求職女送巧的月望 同時呢 七夕還有曬書曬衣的習俗 據說是可以避免重煮 以前 七夕只是一個中國的傳統節日 而到了二十一世紀 現代人開始將它當成中國的情人節 嗯 你們又知不知道這是為什麼呢 其實呢 七夕是首批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 已經有兩千多年的歷史淵源 除了有牛郎職女中正的形象和妻美的故事 還有豐富多彩的文學藝術 其中就沉澱著深厚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而在二十一世紀之後 通訊科技發展非快 以至除了年長一輩 連星一代青年都可以接觸到七夕的傳說和習俗 例如年輕人可以在一些影片播放平台 看到不同地區的人怎樣過七夕 令七夕再一次在年輕人中普及 在二十一世紀之前 七夕都只是一個中國的傳統節日 時至今日才成為了中國的情人節 七夕對於古人來說 更多的是一個祈福的節日 現時中國的西蘭寶座 流傳七夕拜祭職女祈福的雜祖 現在情侶會在七夕到一個甜甜蜜蜜的一日 而沒有伴侶的人 亦都會跟親日或者朋友享受這日假期 那你們又知不知道 其他國家都有慶祝七夕的習慣? 在日本都有七夕的慶祝活動 例如他們會將心軟寫在紙棧上面 綁上去足枝 是有防蟲互導效果奇緣豐收 還有啊 你們知不知道 同樣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月曲 都表演過牛郎跡裡的故事嗎? 就在二零一七年的香港文化節 的月曲演出 就用了黃煤氣七夕的故事作為藍本 再配以現代女性的活潑堅毅 她不失感性溫滿的情緒 透過其勢力不足 重新編寫這個 妻美動人的愛情故事 我們可以在七夕文化中的黑巧 祈福活動中 體現了中文民族勤勞智慧 自強不適 勇於創造 不斷追求更加美好生活的精神 所以從管至今 七夕的文化價值並非僅限於愛情 還是人民對未來安穩生活的一種嚮往 在全球化之下 雖然七夕文化在年輕一代更為普及 但是商業發展同時應對這個節日商品化 不過相信只要我們多加推廣 將文化意義宣揚開去 就可以傳承這些非物質文化遺產 咦 時間過得特別快 今天的節目來到這裡了 希望可以令你加深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認識 我們有機會再見 多謝你的收聽 拜拜 世界隨意門 葉伴思 一百二十分鐘 聲音鎖匙 世界隨意門 葉伴思 休息之前聽到的就是第一組同學 演繹非為的其中一個項目 究竟他們整個創作過程和感想是怎樣 好有幸有機會來到電台錄音 是參加這次比賽後 不論在資料搜集還是演講排練的過程 這次難得的經驗都令我們獲益良多 令我們可以了解到非物質文化遺產寶貴的一面 我們四個選擇以角色扮演的形式 開始這段分享 用有趣生動的故事吸引各位觀眾 同時都令我們幾個代入角色當中 從第一視覺感受中國的傳統文化 而在演講的中後期部分 我們就以輕鬆的對談討論一下七夕的古今分別 和一些流傳下來的傳統 在一開始決定演講主題的時候 我們四個毫不猶疑地鎖定了在中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上面 因為我們都相信很多人都不夠了解中國文化 而在找資料當中 我們發現原來很多民間傳說都被列為中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這個發現令我們更加肯定要介紹這些這麼有趣的故事 所以最後我們就選了七夕牛郎積女的故事 希望可以將這份浪漫的愛情介紹給更加多人認識 同時令更加多人了解到中國的傳統習俗 七夕的內涵遠比愛情豐富 有求旨、黑巧、祈求豐收等多種內容 其實除了紀念牛郎積女的愛情 七夕也是為了祈求智慧、平安健康、聰明伶俐的一個節日 七夕文化當中的黑巧、祈求活動 體現了追求幸福美滿生活的精神 這種精神非常值得現代人反思和學習 除了可以提升我們的生活質素 最重要的是可以推動社會發展和進步 同時七夕帶來的啟發就是我們應該多些思考每個節日背後的意義 除了時代的變遷 現代社會會將七夕商品化塑造成中國情人節 現代人追求物質生活 往往只會關注送什麼禮物 忽略了這個節日的本意 但除了情人節之外 七夕這個節日也有更深一層的意義 藉著牛郎積女一年才可以見面一次的故事 帶出珍惜眼前人這個道理 用古代傳說的價值觀支援現代生活 令我們對人際關係建立一個更加積極正向的價值觀 我們可以趁著這個節日 好好地向身邊的人表達賞識和關心 令這個傳統價值觀得以宣揚開去 我就是負責後期錄音的製作者 我們是要自己去上網找一些音效再展輯入錄音那裡 我開始以為可能一些月曲的銅鑼音效 或者結婚進行曲這些普通的音效 就不會太難去找到 但真的下手去做的時候 才發現其實符合想像中的音效是寥寥可數 甚至是沒有的 以至我們需要用找回來的音效再加以修飾 才可以直接使用 例如結婚進行曲的部分 我們找到的音效節奏是比較慢的 所以最後就要稍微調快了 才可以加入錄音裡面 雖然我是第一次嘗試剪輯錄音 而且過程中也有很多位置不熟悉操作 由需要使用的軟件程式 去到下載音效以至剪輯工作 對於我來說都是一個新嘗試 而在過程中也遇到不少困難 但是最後看到的成品令我很滿足 很慶幸可以透過這次的機會 接觸到一些剪輯的技巧 那我自己是飾演老牛的 首先我覺得第一個難處就是 老牛的聲音是比較低層和沙亞 跟我自己平時說話很不同 所以我也挺難去觸摸老牛的聲音 是要把自己的聲音壓到很低很低才行 還有我除了做老牛之外 我都有飾演旁白 做旁白的時候就是用回自己的聲音 所以整個錄音是要在兩百聲之間切換 令到我要每分每秒都要提醒自己 究竟什麼時候應該用什麼聲音和語氣去錄音 參加這個比賽令到我了解到更多 關於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東西 尤其是七夕 雖然小時候已經聽過七夕的故事 但是從來都不知道七夕 除了是牛郎籍女之間妻美的愛情故事外 背後還有這麼多意義 這個比賽令到我們在過程中 做了很多關於七夕的資料搜集 包括有不同地方的慶祝習俗 當中包括展現度的精神和七夕的文化 這些東西都是因為這次比賽 我們才會去了解和學識度 所以都很感激有這次比賽 令到我們有機會去了解中國不同的 非物質文化遺產 我們四個都在這次寶貴的經驗裡面 學到不少的東西 好多謝新城廣播有限公司 給這個這麼珍貴的錄音機會給我們 也都好多謝學校老師和工作人員 對我們的指導 令我們可以順利完成這次錄音 今次的比賽 我們不單只學到不同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知識 同時都訓練到我們溝通和表達能力 相信對我們日常生活都一定很有幫助 最後很多謝各位抽時間收聽我們的分享 多謝大家 同學真是很詳盡地分享一下 真是當成了一篇演講 跟大家去講自己的心路歷程 他們選擇這個題目 七夕都很有趣 Billy 其實七夕都不簡單 很多時候我們以為是一個節慶 牛郎積女的一個妻美的故事 這個當然都是很重要的部分 其實這個七夕還有一些特別的意思 因為同學提到我們要藉著這個節日去思考它的意義 又說到 又有球子 又有國球功名 為什麼這麼蠟雜的事都有呢 其實這個是跟我們傳統古人的天文的認識 是有很重要的關係 農曆七月七日其實是一個天文的現象 七月七日是有兩火星最接近的 所以古人就用了一個愛情的故事 就將這兩火星走在一起的現象 說出來 但是很多時候我們記得這個故事 我們不記得背後的意思 原來這一日有個名叫做天孫日 天孫日 當然那個故事的流傳 因為她是玉皇大帝的女兒 所以人們就說她是天的子孫 其實不是 這一日有什麼特別呢 因為天文的現象的出現 令到地球的磁場不同了 七月七日 有一個是會把一隻雞蛋 放在水平地面 或者桌面上 只有七月七日這一日 它是能夠樹起的 它不會跌低 我們放雞蛋它有弧形 你怎樣放它都會好像北斗翁 轉來轉去 那天它是能夠樹起的 就是因為天文的磁場影響 古人亦都深信 七月七日 在凌晨的時候 太陽即將出來的時候 去井裏面打水 這些水是不會變壞的 但是你一過了這個時候 所用的水就會有機會 放了幾天它就會發霧 那些人就覺得這個特殊的現象 是跟我們的健康 這個天文的現象 對我們的健康 和對我們的風修 是有重要的影響 所以就要在七月七日這一日 去拜這個神靈 因為以前的人 不懂得這些科學的理解 所以就透過 神靈對我們有些特別的欣慰 所以在這個時候 我們就要拜神 我們就要在夜晚開始 迎接這個時候來臨 所以有時就會在七月初六晚 到七月初七這一日 就進行各種的祭祀 和剛才所說的去拿水 這些水就叫做天仙水 所以這個活動 可能很多時候 我們古人 就不會解釋得那麼清楚 因為我自己都不明白 為什麼會是這樣 總之就做了 總之就做了 加個故事下去 牛郎積女又這樣 所以這日就很重要 記住 不要錯過 錯過了 又要等一年 於是就形成了我們 這一個活動 亦都在拜祭過程裡 加入了我們的祈願 所以我們希望 男生的 就希望在這一日 求下功名 如果女生 當然希望 心靈手巧 希望七姐娘娘 能夠保佑我 甚至求子 求婚 各類的東西 就是這樣 原來真的 一個節日的後面 有這麼多文化的資訊 以及歷史的演變 同學在劇本裡 都有說到到現在這個世代 究竟人們是怎樣看七夕的呢 跟他們現在的生活的關係在哪裡呢 也有涉及到劇本裡面 是呀 其實也很好 因為告訴我們 我們可能會把節日 變成一種消費 怎樣帶動我們 甚至變成現代中國的另一個情人節 等等 這些都可以看到 就是文化是會一代一代 因應環境的詮釋 和大家的理解都會不同 以及在生活化上 我們都會有所改變 是 講到生活化 亦都給予一些意見 同學在演繹劇本的時候 可以再活潑一些 再生活化 用字的時候 再貼近我們日常的用語 就會更加好 待會回來我們又聽聽第二組同學 然後請umbles 請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